毛时代在临 澳洲将举办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音乐会 我们的好朋友澳洲好像很有事 中国成了经济大国之后 换成资源丰富的澳洲也很开心的把资源卖给中国 却发现近几年在澳洲国内 集赞了超多被洗脑的中国移民 并带来超多麻烦 下个月将在澳洲雪梨及墨尔粉举办 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的舔工音乐会 音乐会主办单位还希望 共产党有被舔得爽爽的感觉 这样才能从他们手上得到好处 这场音乐会的消息在当地华语圈疯狂散播 目的就是要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毛泽东的文革浩劫 和夺走几百万性命的大屠杀 不过他们可能会跳过 大亚对这件事情不提就是 中国死了3600万人 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虽然有人发出情愿书要连署抵制音乐会 不过好像也没用 澳洲你还是小心点 我们都知道贪心的中国最爱把不属于他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